就是这间新竹加油站加错油 把柴油加成九五汽油 让民众的车辆当场挂点 上班的通勤工具没了 车主非常傻眼 民众听到也都很生气 很生气啊 会影响车子啊 王兴男子每天开车 往返新北新竹上班 在110年8月16号 他开着家里的车 到新竹加油站加油 还特别强调要加柴油 没想到公督生一个不小心 加成了九五汽油 汽车当场挂点无法发动 王兴男子超级傻眼 不仅不能上班 还要赶快送车去维修 维修这两个礼拜 王兴男子只能租车上班 同时也向加油站要求赔偿 修车厂也将汽车更换柴油滤清气 总共修车费用是4367元 加油站也向王兴男子保证 会支付4367元的修车费 加上脱掉费1500元 以及王兴男子上下班的继承车资 1810元 总共7677元 不过王兴男子对这个数字 非常不满意 因此对加油站提出告诉 时隔一年 新店检营法庭判决出炉 最后判决修车费 5万4千元 脱掉费1500元 上下班继承车资 2万8千元 总共是8万3千5百元 不过加错油真的这么严重吗 专家给出答案 没想到加错油竟然要赔上一大笔钱 加油站真的损失大了 记得和梦谦王兴婷新竹采访报道 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请不排好